你的看法上是否維持之前一期的看法是偏淡? 我又不是特別偏淡 淡方面是個別的股份、增長力度的股份 道理就像SARK一樣 在港股上,雖然有些股份跌了很多刹落力 但仍未有穩定的盈利能力 甚至在一些消遣階段 例如木頭姐很喜歡買的概念相關股份 或者之前有碰過的類型 其實那些我真的看得太淡 但如果你整體在恆指上 我覺得你最多都是用7500那些來做對沖 對沖的目的 都是在恆指裡面一些增長類型的股份 例如有些體育用品股 或者有些科技股 騰訊、ATM、XJ等等這些相關股份上 是目的去對沖這些股份的 但是整個指數上面 如果你真的炒指數的話 暫時這一刻我覺得都是2.4000至2.5萬 這個範圍去炒 故意不斷沽它 意義不大 所以分清楚 平時看市的整體看法上面 港股我們講過的 今年2022年有個很大的優勢 所以就真的純粹上年跌了很多下來 現在的股市 記住就是可能大家會看很短線 就是看近期市貨 環球股市都跌下來 好像很差 但其實背後那個目的 你看新聞上面講的 其實都是做股值調整的 純粹人家真的升得多 所以要回回下來 相反地恆指崩已經做了調整的時候 所以就出現一個狀況 就是說今年開局以力 可以跑贏環球股市 但是會不會能夠獨善其身 恆指很快就見底了 不斷地升上去 整個2022年是有機會的 可能你看到22,700 22,800 不會說完全沒有這個可能性 但不是坐火箭式這樣升上去 不是說今年結束的底 然後馬上這些位置 你買完之後很容易地賺錢 這些情況應該都不會再 這麼短時間內發生 這個是環球股市都面對著問題 就是流動性收緊的狀況 所以恆指短期來說 如果突破不了25,000這些位置 可能再拉距在24,000至25,000一段時間 短線真的需要去看探 或者比較值得好像以往那樣 麻木去做淡 去搏造一些投機性部署 起碼跌穿24,000才有這些想法 暫時來說 市況可能又會維持一個 炒股不炒市的狀況 至於關注什麼 我想兩大因素 對於港股來說 第一方面烏俄 烏俄局勢上面環球 避險情緒都會有機會受到影響 環球的投資情緒都會有影響 有些避險情緒會出引力 另一方面就是在說疫情上面 始終在說很多本地相關的股份 其實看到上個星期五 已經開始有一個追跌的狀況在那裡 始終疫情爆得這麼厲害的時候 市場又很難完全沒有反應 所以我想短線來說 你主要關注這兩方面 第一包 你 是